这个小池子的名字叫生蚝 生蚝池 大家一起三二一 好非常普通人间 谢谢一个优秀的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闻见了很重的硫磺的味道 有点臭 不过能看远处的那个地方冒热气 但是我从这我不知道那块到底是什么 它为什么会冒热气 不过一会儿可能会知道 为什么要摆剪刀水好奇怪 为什么要摆脚水 为什么要这么近啊 这就是刚才冒烟的地方 可以看见那个底下的石头层是发绿的 但是为什么发绿 其实我也不知道 然后那个水还是蛮清澈的 反正就是冒烟 好想去摸一下 魔鬼他们家到底什么样 就是可以看那个下的一大痛 这就是这边魔鬼他们家 这个看起来就像一个在野外的那种 就是你自己是把自己缩小十倍 这就是一个大森林 好漂亮 这就是在现在在眼前的就是这种地 这种地貌里面所有的这种大池子 然后里边全是水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能不能在镜头上看清楚 就是这个池子水全冒着泡泡 然后外面全是那种蒸汽 就是一种有一点刺激性味道的蒸汽 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蒸汽是 是有点温度的那种 是有点温度的那种 然后很很臭 那种温度和那种气味 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然后我特别想摸一下这个水 所以我想看它到底有多少度 但是可能应该挺烫的 我现在眼镜都已经被这个雾气弄得看不清楚 所以还是不错的 这个地貌就是这样 但是可以感受到现在天气已经没有刚才好了 然后大家一会不要下雨吧 这个看起来特别像生化池 化工污染那种 然后我们我们沿着这个公园一路走啊走 走了可能半个小时吧 40分钟三里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这个公园的最尽头 就是这样一个瀑布 以及这样一个绿色的大湖 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刚从那个三菱公园 我们在地质公园出来 然后我在过来泡泥浆浴 还有牛黄浴 因为之前我也没泡过这样的 不知道一会儿涂身有什么感觉 但是一会儿让你看看 什么是poker face 这也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项目 其实 我现在已经可以闻到非常浓重的气味 所以现在是新西兰的冬天 我穿着一身泳装 晚上就要去泡泥巴浴了 快拍一下泥巴浴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好水温还是不错的吧 对 吉米快展示一下你的胸肌 来吧来吧上来吧 好水温还是可以的 太舒服了 好大海奇 那个泥巴浴大海奇就是这样 然后为了防止我的gopro弄坏 所以我就把gopro先放回去了 咱们一会儿泡完再见 拜拜 那现在我们现在已经从那个温泉里边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一脸疲惫 但是感觉那个水温特别热 然后挺舒服的 但是外面下着雨 就是那种 外面头上淋着雨 然后水很热的那种感觉 现在手上全是掉皮 经常就全是掉皮的那种 泡了可能两个 两个 将近两个小时吧 然后 洗掉了一天的疲惫 然后明天早上起来 就要从奥克兰飞 Cristown 所以不知道明天之后 或者什么 听说Cristown明天下雪 不知道坐了之后 到底好不好玩 咱们走着看 所以今天就到这 咱们下一期Rootown再见 咱们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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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雪